废弃医院后山发现神秘洞穴 是鬼屋还是另有引擎 为何大量私人物品丢弃其中 当地老人还说 洞内时常传出小孩的哭泣声 这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进洞一探究竟 这里面有很多蝙蝠 这个地方特别的窄 像这个动物的喉管一样 没想到这里面别有洞牵 下来还很深 这里面的蝙蝠好大 然后这上面也有一些纸 这中间好像是一个古墓 大家看 这个土堆明显是人为对见的 特别的像一个古墓 这有可能就是古墓 不然为什么人会在这里堆 这样一个土堆 动头往这边延伸了 我们现在继续往里走 地上有一只蝙蝠 大家看 飞进去了 继继续前进 这特别的像涌道 就是盗墓的那个盗 墓道 可能这里面有大墓 哇 大家看蝙蝠直接从我们头顶飞过 这些蝙蝠有可能是守护神 动静里面的 简直像地道一样 土地上好多蝙蝠 我们这会说话一定要小声一点 不然会惊动这些黑夜里面的精灵 往边上吵 地上越来越稀了 这好像是一个蝙蝠洞 不敢再进去了 还有路没有前面 没路了是吧 对 里面没路了 这是一个蝙蝠洞 里面很多特大号的蝙蝠 走出去 这个洞我们已经探完了 我估计老乡所听到的这个笑声 就是蝙蝠发出来的 他晚上叫叽叽叽叽叽的 对不对 这里那个蝙蝠太大了 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大的蝙蝠 从那边出来之后 我们在这里又发现了一个洞道 我们从这里进去看一下通向了哪个地方 哇 好小 哇塞 这边好大一个 很大吗 很大 难怪这里那么大的风 刚才 哇塞 踏着出来后 这边 哇 好大了 好大呀 墙上发现了一只毛牛 还有一只小毛牛后面跟着 好像啊 还有脚 哇塞 这是一只洞穴毛牛 这里还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 重石 大家看 好大的动向啊 这边也有人 没想到从那边钻过来 是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有一个大的水池 这是 我们看到的第三的一个水池了 现在继续往里走 哎 这里和外面粘通的 哇 这边有一排小的白房子 它这个白房子里面 挺干净的 它这个白房子里面还挺干净 这上面有床 这边这些都没有啊 这里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凳子 感觉这里面 这里确实有个床 这里应该是包间 哦 这是房间睡人的地方 啊 这里有可能是一个 像是一个茶馆 或者是一个麻将桌 哇 这里有个洞 这边有个洞道 这还有淋浴的 这洗澡 可以洗澡 这里面以前整的好 哇 这简直就像隧道一样啊 地道站 这里 不知道以前是做什么 四通八达 我觉得这个感觉这个地方 以前很不普通 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对 看一下外面是哪个地方 你看这里它是射击孔 看到没有 外面 大家看 还是刚刚乱条河 它这些是射击孔 是里面大外面小 这些都是射击孔 就是打枪的 哦 这个它和外面是连通的 也是那条河 然后对面是一个废弃的水泥场 我们继续往这边走 往下进行探索 从这上面下来 然后那边 是几个房间 然后往这边走 又回到了这个 刚才这个大厅里面来 然后 哇 到处都是 人居住过的痕迹 这里还有一个摩托车 这个摩托车在这里也是废弃了很久了 然后感觉这个地方 不知道以前是干啥的 有很多的凳子 这里还有一个水槽 上方的话 是一些房间 我们看一下 哇 这里有个神龛 这是一个财神爷的这个位置 这是特殊 这些都已经废弃了 这里还有一本书 上面写的家庭 什么康复指南 复古金蜜方一百条 看一下 这是一个动物的 这应该是一个 兽医的书 然后这里有一张照片 对这是照片 但是这些照片都已经 风化掉了 这是一个钻石 双钻石的盒子 里面还有很多头痛水 这里有很多照片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张 可以看到的 都看不到了 这张照片也也没有了 风化掉了完全 这还有一个小青帮 看我们一下 这些照片全都风化了 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说明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的 居仙洞菜谱 这有可能是一个农家乐 以前 这里还写着有一个菜谱 这里又有一台电视机 哇好多鸡麻 冰箱 这是新兴电器 这个已经很老的牌子了 这里也是一个厨房 废弃了 这里以前应该是特别繁华的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粉丝所说的这个原因废弃的 然后在车边还有一个通道 我们从这里下去 这里行军医又发现了一个通道 探索完上面 我们在这里又发现了一个通道 通往山下的 大家看 然后这里还有几个房间 我们过去看一下 哇 这地上有一口锅 这里乱七八糟了 应该是一个杂物间 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设计口 这应该是一个古寨改的这样的一个居仙洞 我们继续往下走 这像是一个隧道 这个地方下来之后 这门的旁边还有一个奋物器 就是打农药的 然后这个门出来 就是刚才那条河又是 看来这个地方四通八达的 对 有可能晚上来都还容易迷路 有可能 这个地方有点意思 上面写的有字 居仙洞 居仙洞 上面 好神奇的这个洞 不知道以前是做什么用的 可能是农家乐 可能是农家乐 好 我们现在这里好像出不去 下面是条河 我们要原路返回 就可以出去了 本期视频拍到这里 基本上也就结束了 我们在这个洞里面 并没有听到奇奇怪怪的声音 但是发现了很大一群的 这样的一个黑色的大蝙蝠 有可能这个老乡所说的这个声音 是这个蝙蝠发出来的 因为这个地方废弃久了之后 难免会有一些流言蜚语 然后为了告诫别人 不准这个地方来 因为危险的话 所以说就会流传出这样一些 神秘的传说故事 整体的就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